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吃一下 第十六集,私会 多谢陆大人,送小女回府 余光瞥见转角处站着的夏然 夏小小收起刚刚和陆毅独处时的字意 依着李树周全地和陆毅行了礼 陆毅略略一寸,心里大约已经有了数 眼前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子断然不会自己乖瞧起来 必定是瞧着了什么人 陆毅略低了低头,眸底笑意微脸 他刚刚拱手与夏小小衣碗里 转角的暗处里夺出来一个人影 陆毅暗暗约摸了一下 身量,步履,听着更像是夏然 夏首服 陆毅转身和夏然衣里 心里隐隐约约的有些忐忑 陆夏两家皆为当朝权贵士族 陆毅和夏小小未经长辈允许 便私下见面,私有不妥 他不想让夏然误会 但也不愿意在长辈面前戳破夏小小的事 夏然看看夏小小,再看看拱手衣里 乖顺温和的陆毅 嘴角渐渐裂开一丝笑意 我们家小丫头是不是给陆大人惹什么麻烦了呀 没有 陆毅和夏小小同时开口又戛然止住 陆毅温顺地垂手立定 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才没有 夏小小别嘴 不满爷爷就这样戳破他的小把戏 夏然黏着胡须瞇了瞇眼 笑得愈发的温和 夏小小有没有惹麻烦他不是十分的确定 倒是清楚陆毅这态度 明显是打算替他遮掩 如此偏袒 想必将来也会是个不错的好丈夫 你先回去换衣服吧 若叫你娘看到你这副打扮 只怕这顿教训是免不了了 哦 夏小小恋恋不舍地看看陆毅 再看看夏然 他刚刚和陆毅说的事还没有问到结果 他有点不情愿就这么回家 可临和惯来不许他如此放肆 若是发现了他悄悄溜出府 免不得又是要挨一顿训了 夏然盯着孙女回了府 才又回头凝向陆毅 第一次见他 是陪着皇上玩锤玩 满朝的文武 能陪着皇上玩锤玩者不在少数 可如他这般能将胜负控制得恰到好处 既不让皇上察觉到他刻意的避让 也不让皇上赢得太过容易 陆毅这个年纪算是十分难得了 小小年纪就能如此精确地把握好人心 哄得皇上对他偏爱有加 这少年着实厉害 打那之后 夏然便悄悄地留意着陆家这个少年 后来发生夏小小被劫的意外 让夏然更加笃定得起了 让他做孙女婿的念头 微乱之下能够护住夏小小的性命与明洁 此后也并不拘公邀宠 这样的男子值得信任 更要紧的是夏然和夏小小提起此人时 她的态度并不似以往那么强烈的反对 如此 夏然心里便有了数 演员晚上还有什么公务要处理吗 如果没有的话 陪爷爷吃晚饭吧 是 爷爷 陆毅温顺地应着声 并没有告诉夏然 自己还有公务要办 他隐约地存了私心 也想尽快和夏小小结下亲缘 他隐约觉得 这只不太容易被驯服的小野猫 需要抓紧一些 否则 他自己便会不知道挣脱了跑去哪里 以陆家的家事 陆毅娶妻那妾并非男士 男的是他想娶的并非寻常的柔弱女子 他的妻子虚的是他满心期许 一生相知的女子 如夏小小这般 恰好 林河早已命人被妥了酒菜 见夏然与陆毅一道回来 忙命人去置办了酒宴 他心里暗暗呐喊 不知陆毅是如何与夏然凑制一处 竟然这般巧合 一切置备妥当 林河便见李退了下去 夏然举斩相邀 与陆毅浅着一杯 放下酒斩 陆毅芒起身拿了酒壶 替夏然针酒 他心里暗自私存着 夏小小的心思 他应当如何与夏然开口 半晌 他打定主意 既是长辈 又是玲珑心思的夏首辅 他索性直接与她说便好了 夏首辅 言渊这是仍旧 把爷爷当作外人了 不敢 陆毅芒又一礼 被夏然拦了去 陆毅定了定神 缓声开口道 爷爷 锦衣卫 近日正目级人才 言渊斗胆 想问问夏小姐的意思 你是说 你想让小小去应征锦衣卫 夏然把玩灼手里的酒盏 威蜜了眼睛丁卓陆毅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